这是娱乐吐槽脱口秀明星大吐槽 我是爱聊八卦的葫芦哥 如今打开电视登陆网站 你就会发现很多选秀综艺充斥着各大版面 前几年习惯半个国内娱乐圈 不是春歌曾歌参加快女露脸 就是苏醒张节选秀快男 随后加油好男儿锋芒进险 还有我是大明星这种楼道吊渣的基层海选 归根到底选秀节目只管包装不管留 选拔结束后还得咨询出路东奔西走 中国好声音梁博有多火 到现在不也是神出鬼魔 近几年随着各种娱乐节目越来越多 辉煌不在也是很明显不必多说 不火怎么办 这么下去谁安看 于之无很多节目为了挽回收视率 饱饭碗使劲全能刷手段 各位打开微博看一看 热搜罗志祥现场发火急了眼 要说明星当场发火之前不少 要么是评委之间关系不好 要么是节目为了收拾各种乱吵 而这次是女团培养 导师小猪罗志祥 眼看着马上出道喜气洋洋 不料想剧情翻转累撒现场 姑娘们哭得稀里哗啦 罗志祥气得话筒狂砸 两眼通红 嗓门大料卷子当场提沙发 很多人说这事是炒作 葫芦觉得不太像 因为导师气得直哆嗦 小猪更是面对结果感慨良多 当初吃苦受尽折磨 讲完故事质问在座 四目相对下快从科 葫芦觉得可能是小猪出警生情 感动身受 所以才把评委当反派才会出手 一看小猪脾气大发 台下嘉宾相当尴尬 林俊杰一脸懵逼 当场吓傻 回忆当初也是鼻涕一把泪一把 葫芦看到这一阵唏嘘 不知道这俩人之前遭受何等冷遇 才会冲关一怒 奋身而起 吹呼的瞪眼伸张正义 事件过程中人评说 网上引起轩然大波 说的最多的就是 要不是小猪发脾气出事故 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节目 有的说小猪被节目组套路 按枪操作引起众怒 有的说节目组故意耍赖 让罗志祥生气 只要他一发 我就能博出收视率 葫芦最后研究才知道 这节目只在培养素人出道 罗志祥底下妹子 有几个已经签公司感同告 不符合节目要求 才被pass掉 不过也有人偷摸爆料 说节目组从头开始 就没准备 让这几个女生光环闪耀 现在局面就是 节目组收视率节节攀高 几个妹子忙到最后发现是圈套 罗志祥各种培养 全把糖炮 网友们心疼小猪谴责胡闹 随后仅跟各大营销号 支持罗志祥统一步调 要说这节目也是让人不省心 毕竟这也不是第一次惹嘉宾 之前薛志祥也被他们气到吃药 随即发微博讨完公道 薛志祥为着节目一把食一把尿 尽心尽力贪黑起扫 但节目组做事相当不地道 最后一期唱歌愣是直接剪掉 葫芦发现今年这种节目的套路真不少 不少明星曾经土卧槽 刘欢作客嘉宾爆猛料 说按枪操作大逆不道 国民老公更是没跑 点名节目组简直不害臊 孙红雷为黑幕发过微博 就连陈佩思都夸导师演技不错 众多明星出面狂喷 你就该知道类似节目套路有多深 葫芦觉得这次罗志祥发火生气 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自己本身不容易 冷落多年 现在二度翻红 能走到如今也是苦的不行 刚开始走的是模仿路线 山寨组合各地露面 其他两人之后宣布解散 只剩下小猪和欧帝这对小伙伴 罗密欧组合倒也还行 谁料想此刻欧帝又去当兵 只剩下罗志祥光杆司令 只能是综艺节目跑跑龙套 地位不定 但始终人气不高没有影响 所以改作音乐从此转行 唱唱歌儿演演戏 但也是扛不住新人崛起 于是人气也渐渐走低 换做谁都会存在压力 这么下去怎么好 迟早担心没温饱 正当他前途不明 筹备不展 谁料想一条大船 悄悄靠岸 参加了综艺节目 极限挑战 这才算闲鱼翻身实力展现 看到这儿 葫芦觉得小猪的确不容易 换做其他人早就扛不下去 甚至直接改行 无法继续 所以这次淘汰大发脾气 也就能换位思考 合情合理 在这里葫芦略带伤感 带出话题 和大家说一说 没有出头的各种不容易 这年头每个人怀揣梦想 奔赴外地 为的是有朝一日出人投地 这些人要么是家庭不好 要么是机会寻找 总之是马不停蹄 各种奔跑 毕竟一旦停下 瞬间被抛 远的不说看眼前 北漂的底层朋友 其实很可怜 为梦想奔赴首都 积攒经验 谁不是盼着光耀门第 春风晚面 挤地铁塞公交 面试了一遭又一遭 有的是电话销售卖保险 有的是保安端盘服务员 有的是车来车往发传单 有的是通宵打蛋做网管 更有的一校毕业 当演员常年没戏 难露脸 能拍上网大的 就已经算是圈子完转 更别说电视剧 电影里去做主演 平时穿着相当节俭 租房地下室 三餐吃泡面 朋友面前一张笑脸 回到家中 打碎牙齿肚里咽 给家里打电话 让父母不要把心胆 其实仔细观察自己房间 刚拿到钱 就得交房租 补水电 能剩下多少 数量很有限 光鲜亮丽 全在朋友圈 生活中其实有苦难言 葫芦之前 不少朋友常抱怨 说在这里完全没有存在感 但还是想着不做鸡头 只做凤尾 要对得起自己的青春 不能后悔 说到底就是三个字 不容易 就像今天的话题 先不说节目组 为了炒作黑幕无下线 但就说选手们被打击 心里有何等体验 选秀节目残酷 我们仔细想想 生活中又何尝不是 一场又一场的淘汰赛呢 该努力拼搏 但也要学着习惯 毕竟习惯着习惯着 你就习惯了 明大字曹天天有爆料 扫码禁组织 从此不迷路 下期见了